好 大家好 那今天要來做的是 國軍的軍用野戰加熱式餐盒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這種 自熱口糧 的一個分享 當然其實網路上已經有非常多相關的開箱了 不過這邊我就是實際做一個試吃 然後把口味分享給各位 那 其實這款餐盒 最早我們在夏狠春就有拿到 並且做使用 好幾餐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在外野營 所以基本上 三餐都會吃到這種餐盒 或者是 一般的那種餅乾口糧 其實這個 野戰餐盒對不對 我們 私底下有票選 目前認為口味最佳 大家 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牛肉的 那我手邊的這個是 宮保雞丁 宮保雞丁 可能就 評價沒這麼好 我上次還有看到有人甚至吃不完在吐 不知道是多難吃啦 就是他的包裝 就這樣方方的 非常好攜帶 然後這種 自熱式餐盒 他標榜就是 你不用止火 就可以加熱 並且使用 所以他是使用一些 化學的原理 那我們直接將他拆封 那我今天做整個流程 我都不會使用到工具或者是 火 就是為了要向大家展示一下說 這個東西他真的是你 憑空拿到 你可以在野外進行使用的 甚至連餐具都不要拿 打開袋子記得留著 袋子可以裝垃圾 裡面第一個先看到一個調理包 調理包 再來是米飯包 米飯包 椰子穀物棒 這個算零食啦 就是你在加熱的過程 你可以 趁這個 空檔時間去吃這個 穀物棒 再來就是一個袋子 一個讓你去做這個化學反應的袋子 再來是水包 水包 切記就是你加熱完的那個 廢水啦 不要喝啊 不要拿去煮泡麵啦 就倒掉就好了 這就是 無菸加熱片 你看有餐具 有湯匙 所以就不用再用手爬飯了 我們不是這個印度軍 還有 一張小小的麵紙 你吃完可以插嘴 或者是插你的手用的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餐盒 你可以把這個食物放在裡面 做食用的 然後你如果不懂怎麼食用的 他其實這個袋子後方都有 說明書啦 第一個就是撕開加熱片 包裝 履帶 取出加熱片 然後撐開袋子底部 將加熱片平鋪於底部 再將白飯包 調理包 橫放於加熱片上 OK我們先做這三棟 這是無菸加熱片 裡面就是一個 像 防腐劑的一個 加熱片 加熱片 平放 幾步 再來把白飯包 調理包 橫放於加熱片上 大概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他的第四棟就是 將水包的水 全速倒入 這個加熱袋 後 儘速將夾電袋封起來 加熱片 與水接觸後 很快就會產生蒸氣 所以他加熱是非常快的 這個化學反應 那再來就是 等候20分鐘 等待這個蒸氣 即將食品悶熱 那加熱過程中 這個加熱袋有 有這個傾倒的可能 所以 請隨時留意的 去靠著牆 或者是靠著 物質 不要讓他倒 大概是這個意思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他整個加熱的 效果 就很多人他 整個加熱完之後發現 飯基本上 沒有很熟 所以這個是要 自己去做調整的 那最後將加熱好的食品 倒入到紙盒裡就完成了 好我們就照著做 水袋打開 倒入 倒完之後 迅速的去夾鏈帶 去封起來 OK開始加熱 看到他有蒸氣在冒 我給大家聽一下 整個聲音 現在可以聽到說他整個那個 蒸氣的聲音 好 我就跟他說 OK 其實大概等了我們快20分鐘 就是它上面說的20分鐘 是有點小久啦 不知道要幹嘛 那大概已經20分鐘後了 我們就來做一個拆封 其實它還是非常燙的 大家應該有看到剛剛那整個加熱的過程 整個蒸氣四散 盡量讓它整個完全發揮完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確保說你的飯是熟的 不要吃那種飯熟的那種就有點尷尬 還是很燙喔 無法確保說它這個飯可以完全熟 你可以再多等一會兒 等它這個完全揮發掉 然後像垃圾對不對 剛好這個袋子你就可以拿來塞 隨手去做一個收拾 這樣你在野外的時候也比較不會弄得 整個環境都髒兮兮的這樣 好那我們就提前開了 那蒸氣還是在冒 非常燙喔 那像剛剛前面提的就是廢水你不要喝啦 也不要去泡泡麵 這是米飯包 再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這個飯是它整個你整個這個 炙熱料理的關鍵啦 你飯弄不好你後面吃的就會很痛苦 OK 我自己弄的可能是沒有到很好 因為像我以前弄過最好的一次 我就是直接把它躺平吧 躺平在裡面去多了一會就好了 調理包 哇 真的講真的啦 在野外塑營吃到這樣的東西 真的是很滿足 野外塑營吃到肉類的真的是很爽 所以這個就是先測到我們的後勤了 真的是要讓你在野外作戰的官兵 可以吃到熱騰騰的食物還有肉 這是最關鍵的 這樣會讓你的整個部隊士氣大增 這樣飯的軟硬度不知道大家是能不能接受啊 可是我們之前部隊裡面的一些軍官吧 他們就覺得 這樣很不優啦 只是有點稍微結塊的這種飯 他們不太喜歡這樣子 我覺得在野外啦 真的能吃到肉跟熱食真的是很享受 特別是你剛演訓完真的很累很餓的時候 真的是 人間美食啊 嗯 好吃啊 餅乾式的口羊對不對 他其實之前在我們演訓的時候就是當早餐 因為客難 因為裡面只有餅乾 所以有的人就會去叫 那邊的外送吧 然後就被抓到 被裁判官抓到 你不能說滿分啦 可是就真的很有味 特別是在野外對不對 你不用任何的食材不用火 你就可以製造出這樣子一個美食 真的是 然後以前偶爾會吃的就 就是像 呂布他們餐廳 打來的便當 然後都非常的 慘 你知道嗎 那就是 飯給你超級多 然後菜跟肉一點點 乾就是整天吃那些飯就飽了 以前在軍裝的時候就是很常看到這種浪費食物 就是 一桶一桶 一鍋一鍋的飯啊菜啊都被倒掉這樣子 很浪費啦 那個 煮菜不合大家的胃口 所以後來才變成說 演變成就是 軍裝的 火食都變成炸物你知道嗎 炸物大家都吃了完 問題是炸物不健康 所以 慢慢的就看到越來越多人都變胖子 飲食沒有做 這個 控制啊 我當兵其實也是 很晚期我才開始 知道說飲食控制跟 這個 運動的習慣 以前都是跟著跑 早上的三千啊跟一些什麼引體之類的 所以對於這種就是 循序漸進的訓練沒什麼要求 所以才開始說像 就是要 律定 自己每個 每天晚上都要去健身房練 然後飲食的話盡量就是 少吃那種碳水化合物 應該說髒的碳水化合物 像 這樣子 會飯類的 就盡量吃白米 糙米 紫米 之類的 然後 那個 有飯的話 有菜的話盡量就是夾爆 吃爆這樣 用菜還有肉 然後肉不要炸物 乾淨的肉 去取代說 米飯 這樣子 效果其實就非常明顯 我原本80公斤 然後 後來瘦到 65 真的要練 你不能說 就是光靠想像的 認為自己當完兵就會變成什麼肌肉能 沒有啊 那都是自我要求 你要自我要求 人家才會尊敬你 而且我覺得 你自我要求 你把自己的身材練好 你整個 在精神層面的那種 強度也會變強 你才能得到 社會大眾的尊重 然後也對得起你的薪水 所以我一直講我很自律 真的 就當晚上外散術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吃炸物的時候 我一個人在訓練 然後訓練完吃一大堆的蛋 喝豆漿 因為沒錢買牛奶 最後才能練成說 自己的體能 進步 然後 在各方面都更有自信 所以講真的 就是說體能你一定要練 然後你要讓自己好看 自我要求 讓自己 真正的符合你這個 陸戰隊也好 國軍也好 有一個軍人的 一個形象在 這是自我要求 完食 真的好吃 那 5顆星 給幾顆星 我給3.5 就是 真的非常飢餓的話 你再使用它 不然你 平常建議不要 像我也是餓了一整天 我才吃的 真的好吃 那在野外 真的這個真的是美食 然後你的垃圾對不對 丟一丟 垃圾都可以直接集中到這個袋子 超方便的 真的 愛護地球啊 不要亂丟在野外 各位 如果你今天是去錄影也好 演訓也好 不要 亂丟在戶外 造成這個環境的污染 有的小動物會去吃啦 所以 你不要亂丟啦 包好 然後丟你們的 這個部隊的垃圾袋 這也不錯吃啦 可是好像蠻多人不喜歡的 我就超愛的 所以我就收集一大堆 它熱量很高 這個 鼓舞棒 那 感謝樓上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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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